则则则,这到底是云梦江家还是云梦于世啊? 老兄,尽管那位大弟子在渔夫人手下受尽苦楚,可不是说那江宗主是他如亲子,还要那江家的大小姐对他和对那位江少宗主都是一视同仁吗? 哼,不过是打一巴掌给一颗糖的套路罢了,若真的是带如亲子,岂会让那位渔夫人一次次地鞭打那位大弟子,那江大小姐又为何次次都是在打完以后再去安慰? 当年我和兄长都认为江家的确是游侠之家,可后来才发现不过是道貌岸然的小人之辈罢了。 你看,为何世人只知道江家如何带那位大弟子,却无人知道那大弟子在江家受得伤与委屈? 还有那些江家的弟子们可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的大师兄所经历的苦楚,在听到那些谣言时也从未有过一句辩驳。 那大弟子刚到江家是已经九岁了,中间在怡陵流浪了整整六年,怡陵与云梦如此近,那大弟子的父母又是在怡陵初的时。 一个家族想要在一个地方找一个孩子竟然需要九年,实在是可笑。 所以说,这江家收养那位大弟子也有一丝真心,但更多的怕是别有用心。 别忘记那位大弟子的父母可都是天赋极高的修士,而江少宗主的天赋不过而而。 听我家里的孩子说,他从无意中见到过那位大弟子偷偷疗伤,连一声疼都不敢说。 那位江家大小姐来问他痛不痛,他也只能笑笑。 江家人从来不会给他请医师,所以那位大弟子只能喝酒来忘记这些疼,一边喝一边默默地流泪,酒能麻痹人的心神,也能麻痹那些痛苦。 真是作孽啊。 说到此处,那位说话之人也不由地长叹一口气。 所以要我说,江家会招惹如此劫难,就是自作自受,那于夫人的嘴我可是见识过的,厉害得很。 此次于梦江家会招来灭门灾祸,就是因为于夫人那张嘴以及那砖断蛮横的脾气。 你且看如今的江家已经沦为了温家的监察了,因此温家前些日子来江家也正是为了此事。 若是有大局观之人,自然是保全门生为主。 可这位倒好,听闻温家布满门下弟子的射箭活动,竟然当真把那位弟子的手臂砍下来了。 谁知道,人家只不过是以此为借口罢了好提出接管将家作为监察了一事。 那于夫人向来目中无人惯了,还以为那温家的使者是门中的弟子,可以任他大骂不还手。 口出狂言,这才惹怒了温家引来这次的劫难,这些话一字不落地入了蓝忘机的耳中。 蓝忘机从未想过原来魏英在江家过的竟然是这样的生活,每日活在打骂中,甚至不敢喊一声疼,这就是江家的带入亲子吗? 心口处翻滚着汹涌的痛意,痛得蓝忘机几乎拿不稳手中的筷子,他伸进储物袋里,极其轻柔地抚摸着白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 白蛋感觉到了蓝忘机失控的心跳声与难过低落的情绪,连忙蹭蹭蓝忘机的手指,一股热流涌入蓝忘机体内,抚平蓝忘机心中翻滚的思绪与体内传动不安的灵力。 战战,你不要难过啊,蛋蛋会一直陪着你的。 白蛋不知道蓝忘机在为什么是难过,但是他会一直陪着蓝忘机的。 随意地吃了几口,蓝忘机便起身去查探有关魏英幼年时候的事情了。 夷陵不过是一个小地区,只需稍加花费心思与金钱,不出一个时辰便大致了解了魏英幼年的经历。 既然如此,那为何将宗主花费了六年才找到魏英? 这一刻他明白为何魏英会这般缺乏安全感了,自幼饱受世人的欺凌,年幼便在街头流浪, 过着寄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没有人疼爱,没有人依靠,要和野狗抢食物,甚至还要被那些当地的小孩嘲笑殴打。 老人所说的一字一句,像是一块块大石头沉重地压在了他的心头,沉重地让他呼吸都变得极为困难,眼前似乎被一片水雾遮挡住了。 朦胧中,他似乎见到了那个小小的魏英独自已在破庙中,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只能自己舔尸伤口,他只能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不疼的,一遍遍地按压那处伤口。 第一次按压的时候,年幼的魏英还会痛得失声痛呼,等第二次第三次乃至之后,他已经学会了把藤藏在心底。 就这样,魏英熬过了六年,随后遇到了江丰年。 说来也是奇怪,我看那已故的江宗主,竟是一眼就认出了当时浑身脏兮兮的孩子,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孩子,实在是奇怪,便是我的孙儿一年未见都未必能一眼认出。 这江宗主在六年未见那个孩子的情况下,究竟是如何认出来的? 那位老人感叹道,却不知这句话在兰望鸡的心里掀起了多大的风浪。 是啊,江宗主是如何一眼认出魏英的? 这一刻,兰望鸡心底隐隐有些站立感,甚至有些颠覆了他以往的认知。 告别那位老人后兰望鸡默默地走到了地处荒凉的一座破庙前,这里就是魏英年幼时唯一可以遮风避雨的居所。 还未走近,就听到破庙内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乍一听到那声音时,兰望鸡还有些愣住了。 那声音,似乎是温家人到处在寻找的江婉淫。 阿姐,你到底为什么还要让我去找魏无羡那个祸害,如果不是他阿爹阿娘怎么会死? 如果不是他非要出头去救兰望鸡和金子轩,我们家又岂会招惹如此灾祸? 他们死就死了,关我们什么事,我要我的爹娘啊。 江婉淫沙哑着声音颇有些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阿诚,我们只有找到阿县,一起努力重新建立江家才不辜负爹娘的心意。 江艳离哽咽着声音劝慰道。 白旦早在察觉到兰望鸡心绪不稳时,就偷偷地钻进了兰望鸡的胸口处,感受到外界传来的声音。 白旦隐隐有些萎靡不振,就好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不想知道的事。 站站,旦旦不想待在这里。 白旦有些不开心地说道。 兰望鸡将白旦紧紧地贴在胸口处,生平第一次做出如此不雅的举动,站在破庙门外听着里面一声声地争吵。 阿姐,从魏无限来我们家后,爹娘日日争吵,她给我们丢了多少脸? 整日喝酒,不思进取,一天天地就会带着那些弟子胡闹。 阿娘说的,对这样的祸害迟早会害死我们家。 阿爹当初到底为什么要收养她? 凭什么我的爹娘要因为她的英雄病而死? 明明,明明已经把她逐出我们家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啊? 破庙中传来江婉吟的哭泣声。 她本以为把魏无限逐出江家,就可以避免梦里的那一场灾祸。 却不曾想,她的家她的阿爹阿娘还是被魏无限害死了。 蓝忘机越听越为魏英感到心寒。 这件事从头到尾,与魏英有何干系? 温家早就看中了江家这块地方,作为监察了。 不过是随意找个借口,好登堂入室罢了。 江婉吟和魏英一道长大,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江家到底把魏英视作何人? 想到此,蓝忘机突然有些担心这些话是否会给白蛋带来影响。